新房价格为什么那么贵 楼花的价格居高不下 现在的楼花销售到底如何 过去的房价与楼花二手房比到底贵多少 这是我工作当中常常遇到的问题 但鲜有相识的数据可以参考 而作为一个优秀且靠谱的多伦多地产经纪 咱们今天从数据的角度出发 带您了解和解析不一样的楼花市场 大家好我是Sharon 这个视频我们会一一分析市场的销售现状 二手房与楼花的价格比之差异 和销售与人口的预计增长 以及楼花为什么会那么贵 您看到最后一定会有所收获 首先我们来看的是6月的楼花市场报告 6月大多伦多地区一共售出的是2526套单位 包括569套的Freehold 独立屋半独立屋与中屋单位 以1957套的公寓 截至6月30 今年一共售出的房花和楼花单位 一共是11119套 相比于去年同期减少了50%左右 销量的腰斩意味着什么呢 从2019年到现在销售和在建房屋的数量 与人口的比率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关系呢 参考过去5年的历史 1到6月的销售占比 是占比于全年的60到65左右 即根据6月的11119套的销售数据 可以预计的2023年的销售总量 会在17700套左右 而前一年的楼花销售会直接影响到 下一年的新房开建 比如2019年 一共销售的是35620套期房 2022年开建的数量为38587套 以此类推 去年共销售的是25400套单位 今年的里论开建在26000套左右 而今年预计的是17790套单位的销售 2024年的开建数量会在19000套左右 另一方面我在这里详细列出了 在加拿大2019年的2023年 接收于新移民的数量 根据Statistic Canada的统计 约合40%的新移民会流入安省 而其中90%会流入多伦多地区 而实际上这个数据会更高 因为很多其他省份的移民 会在其他省份短单后 逐渐牵制多伦多地区 根据2.6的Formation rate 即平均2.6个人需要一个单独的永远居住 这一栏当中我们详细计算了 当年因为移民而增加需要的单位数量 即便所有当年开建的单位 都可以在当年完工并投入使用 每年的缺口也是触目惊心的 短短4年间 我们的住房缺口是超过了20万套单位 而在这个市场剧烈变化的 2023年和2022年市场当中 因销售减半开工减半 但流入的人口却在增加 每年的缺口从4.8万套 剧烈增加到了6.9万套 这也是为什么去年安审提出 要10年兴建至少150万套新房 才能满足居住需求 看到这里的您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 不是我不想投资 而是楼花真的太贵了 2018年到现在 二手房市场与楼花的壁质到底如何 2023年的6月 Freehold房花基准价格是171.6万加币 Condor为109万加币 根据Trips多伦多地产局的公布数据 统计二手房detach 二手房的基准价格为150万 正屋与三密为115万 两者的均值就是132.5万 新房房花比二手房贵了平均30%左右 Condor的二手房基准价格是73.4万 新房是109万 新房比二手房理论上来说贵了48% 2018年的6月 新房基准价格为112万 二手房基准价格为82.6万 两者之间的差值比在35% 而同期Condor的新房基准价格是在72万 二手房的基准价格是在50.2万 差值为43% 那乍一看来自2018年起 新房和二手房的价格差异 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大 那么新房和二手房差价多少才算合理呢 根据的是Capital Costal Loversons折旧法则CCA 也就是CRA加拿大税务局给出的折旧计算方法 Class A也是民用住宅的一种 它的每年折旧率应该在4%左右 比如一个五年新的房屋和一个全新的物业 应该便宜20%左右 外加不断增加政府费用上升建筑成本 以及稀缺的土地资源 是除了折旧率之外导致价格差的主要原因 而非很多人认为的楼坏销售价格 是开发商把预计的涨幅利润全部自己销坏以后 才给到消费者的一个价格 而真正一个业内的人士 可能会更同意这样的观点 其实开发商的利润 平均已经不足15%左右 疫情后建筑成本暴增了51% 建筑工人的短缺和老龄化 以及大幅的市政费用增加 让本来就艰难楼坏市场雪上下霜 穿过云武播开见明 这里挑选了我自己在2021年和2022年两年份 投资的分别是两个楼花 所叫的电金与现在同类在说房源的市场估值 平均的回报率都在10%以上 挑选优质的项目 找到差价比不大的楼花和靠谱的开发商 再找到一个优秀的地产经纪人 是今天与未来仍然可以跑赢大盘的关键所在 如果你想知道Sharon到底投资了哪两个项目 或者现在还有什么好的投资机会的话 欢迎联系我和大家讨论与分享 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视频 请给这个视频点一个免费的赞哦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